步兵打齊兵的經典戰力雀躍躍鎮 這是劉豫北伐關中在黃河邊打的一仗 不但步兵打贏齊兵 而且還是以少少勝多多 當時劉豫在東京內部已經沒有敵手了 離皇位也只剩下最後一步 要走完這最後一步 最好還是有個大功績做台階 最合適的功績當然是北伐嘛 這回北面可以伐的有兩個目標 一個是硬柿子北位 還有一個軟柿子後勤 而且這後勤還佔據著長安和洛陽 這兩個都是晉朝的舊都 怎麼都該罰這個軟的嘛 尤其這會兒的後勤是又軟又爛 姚星死了 新上來的姚洪是個老好人 沒什麼才能 後勤內部是人心浮動 外部北方又有赫連伯伯 不斷蚕食侵擾 就這樣在公元416年 劉玉發動幾陸大軍被罰後勤 第一階段的目標是洛陽 打得非常順利 這次北伐軍的先鋒是王真鱷和譚道記 那是一路橫掃啊 多數郡縣城池都是直接投降了 少數抵抗的也被北伐軍攻克 而且這個期間後勤的關中還發生了內亂 姚徽造反聲勢浩大 多虧老臣姚少把姚徽平定了 這姚少是姚長的弟弟 也就是現在後勤皇帝姚洪的書公 那後勤的關中都搞成這個樣子 洛陽就更不用說了 洛陽城內有些官員將領 還暗中向北伐軍投了城 王真鱷這支先鋒部隊 打到洛陽城下 沒費什麼大事 就消滅了後勤最後的抵抗力量 洛陽城也投降了 這勝利來的太容易啊 王真鱷和譚道記也有些飄了 原本這次出發前 劉玉就祝福他們了 就算拿下了洛陽 也不要擅自向關中進軍 要等我主力來了 再做商量 結果這倆人呢 王真鱷在黃河南岸 走小寒古道直奔通關 譚道記沈麟子渡過黃河 走北岸 想先拿下蒲板 再向西渡過黃河 直接殺入關主 不過這會兒啊 他們遇到的阻力是陡然提升 剛才說的後勤老將姚少 秦率馬布軍武安 鎮守同關 王真鱷的部隊一時無可奈何 譚道記沈麟子 更是毫無進展 這倆人一商量 這蒲板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打下的 我們兵少 不如去跟王真鱷會合 一起打同關 這兩軍合兵一處 論戰鬥力呢 北伐軍比後勤 還是要搶出不少 在同關外 後勤姚少領兵出戰 先打了一仗 被王真鱷坦道記等人擊敗 損兵幾千人 姚少吃了一虧 也發現硬拼對自己不利 他跟部下們也交代了 王真鱷這些人呢 兵力不多 我們一邊在同關堅守 一邊派出幾支部隊 去切斷他的良道 就可以不戰而勝 之後戰場的形勢就陷入膠著了 後勤這邊確實派出了騷擾部隊 不過被沈林子打敗了 但是時間一長啊 北伐軍的糧草還是出現了問題 而且畢竟兵少 想強攻下同關 看起來也不現實 很多將領就建議 還是先退兵回洛陽吧 沈林子堅決反對 說這正是建功立業的好時機啊 之前打得很順利 這一退不就錯上銳氣了 再說了 敵軍就在眼前 就算你退 走得了嗎 你們要走 你們走 我不走 王真鱷也不想退 就像在後方的劉裕求援 趕快派部隊和糧食 增援我們哪 這會兒啊 劉裕的主力雖然已經到了洛陽 但是真援不上去 因為眼前還有個硬式的北魏 北魏這會兒的皇帝是拓巴四 他對劉裕這次北伐是一直非常警惕 高度關切的 按說北魏和東進之前沒起過大衝突 如果往前追溯 北魏的拓巴以盧跟進還很有淵遠 不過亂是嘛 沒有永遠的朋友 只有永遠的敵人 北魏當然不希望看到東進吞併後勤 另一方面 包括拓巴四在內 北魏很多人本來就懷疑劉裕這次北伐 會不會對自己有直接威脅 有人認為 同關歷來是很難攻克的 劉裕向西打不進去 搞不好就會轉移目標 渡過黃河打北魏 還有人乾脆就認定 劉裕打同關根本就是聲東擊西 他就是在等待時機 趁我們不備搞偷襲 再加上劉裕這次北伐在初始階段 就和北魏鬧出了一點摩擦 當時有一支部隊開進到華城附近 華城這會兒是屬於北魏的 北魏的首將呢 氣城而逃 北伐軍就把華城給佔領了 事後北魏也派人質問劉裕 你這是什麼意思呀 劉裕這邊回答 本來我們已經準備好大量錢財 給你們當個過路費 我們沒想打華城啊 我們是奔洛陽去的 沒想到你們的人怎麼就跑了呢 那我們就暫時在華城歇歇腳 我們是很真是與你們的傳統友誼的 這話也未必是講 劉裕這次的戰略非常明確 就是打後勤 想拿下後勤就不能再跟北魏兩線開戰 他的外交作詞也是非常客氣恭敬的 但是架不住猜疑鏈的 而且北魏本來也不希望劉裕被罰成功 托巴斯調集馬步軍十萬在黃河北岸巡視遊翼 北伐軍的人員物資補給 都是順著黃河逆流而上 趕上風大水大船飄到北岸 經常就落到北魏軍的手裡 物資搶走人員殺死 北伐軍如果渡河上岸 北魏的麒麟就站前後退 也不跟你正面衝突 等北伐軍回到船上 哎呀我又回來了 那這還不是最麻煩的 劉裕真正擔心的 是如果讓主力向西挺進關中 那北魏會不會渡過黃河 切斷自己的良道和退路 事實上托巴斯也確實有這個計劃 所以這會先鋒王真厄坦道記 派人回北魏向劉裕催促援兵 劉裕急了 把船上的窗戶一開 你們自己看看北岸是什麼情況 我早就告訴過你們 不要輕舉妄進 現在這樣援兵派得出去嗎 說歸說劉裕還是得想辦法呀 也沒啥別的辦法 只能打一下給北魏一點顏色看看 劉裕先派出議員將領 率700兵力 還有100輛大車在黃河北岸登陸 北魏一看這麼點人這麼多車 也不知道要搞什麼飛機 沒有立刻出擊 東進這千頭部隊就把這100輛大車擺出一個半月的弧形 兩頭接著黃河 陣型擺好了立刻舉其失憶 劉裕又派出2000兵力迅速渡河上岸 這回就帶著各種工農武器了 關鍵還有100張大弩 每輛車配一個大弩 還帶著巨大的盾牌 在車上安裝好了 車和盾牌連成一片如城牆一般 這就是雀躍陣 那這下北魏看明白了 你這是戰車戰吶 那肯定不能忍吶 三萬精銳騎兵蜂擁而至 把這雀躍陣圍的是水屑不通 別看這雀躍陣裡只有2700步兵 但是這城牆一般的大車大盾 北魏的騎兵也是衝擊不動 等陣外北魏騎兵圍得里八層敗八層的 東進這邊放大招了 把朔的前端截下來 就成了一個一米長的短毛 這朔的特點就是紀劍陣重量又很輕 結成短毛就更輕了 把這短毛架到車上 讓大力士用鐵錘從後面 咚咚往出鑿 就像炮彈一樣 陣外的北魏騎兵離得近挨得有緊 一隻短毛射出來能穿死三四個人 這實在是太可怕了 北魏騎兵溃散自向踐踏死傷無數 主將也是當場陣亡 這次雀躍陣從戰前準備到戰場部署 作戰過程 北魏騎的組織配合都是非常顯熟 當然不可能是臨陣謀想而流域現發明的 北魏騎的使命就是抵禦北方強敵 怎麼用步兵抵擋騎兵 當然是他們最重要的功課 步兵用戰勝截陣 抵擋騎兵的衝鋒 那本來也是常規操作 當年漢武帝北極匈奴 漠北戰役 魏騎就用戰車截成迎陣 取得了大勝 網上很多人說雀躍陣 對地形要求苛刻 所以沒法複製 你要是非擺成一個雀躍陣 半月形 那是不容易複製 但是擺不了半元 可以擺個方的嘛 七年前 劉域北伐南岩 就是在山東平原 用戰車結成方陣 對戰南岩的騎兵 方形的戰車陣 比雀躍陣其實有更多優勢 它可以推進移動啊 從左右前後調動出擊 也更方便 這才是步兵打騎兵的常態 雀躍陣之後 劉域還是退回黃河南岸 沒有跟北魏再起衝突 這就是做出一個表態 我不是打不了你 我是不想打你 你也不要逼我 否則我改變目標 防你北魏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北魏托巴斯也改變了策略 不再黃河北岸 對峙騷擾了 劉域的主力終於可以繼續襲擊 下期請看 逃滅後期 在我旅行下了 喔 拜登 20 我